大家好,我是河北石家庄,立洋生畜交易市场的宣传部长小吴 今天又到了给大家播报市场价格的时候了啊 刚好明天还是咱们立洋集,家人们记得过来赶集 你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咱们小毛驴2 咱们现在小毛驴呢,200斤以下的32.5 200到300斤的31.2 300斤以上的29.3 肥公驴的话还是28块多,28块6 驴的价格近期是没什么变化的啊 刚才给大家报的是咱们小公驴的价格啊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小母驴 2到4岁的母驴,架子驴现在基本上就是28块钱上下 架子老母驴的话26块钱上下 咱们的肥母驴现在是27块4,27块5这个样子 咱们肥老母驴的话是26块3,26块4 26块5的也有,具体的话它也要看质量 刚刚给大家看的是小母驴 走,我带大家继续去看看小牛啊 200斤到300斤的小母驴 现在的价格呢就在11块上下啊 看这边了没有 这边就是啊,昨天刚到的小公牛啊 像这种小公牛的话,现在基本上它的价格在一个15块钱上下啊 肥牛的话,咱们之前走的1000多斤的那种是14上下的 岁数稍微大点老片牛的这种的话,基本上就是11块钱上下啊 具体的话也是看质量 刚才给大家报了小牛的啊 接下来咱们就去看看马 咱们马的价格基本上整体上涨了 因为这一会儿来的这些马的话 它的质量也整体上涨了啊 咱们现在市场的话 新疆伊犁马 东北的重型马 海拉尔马啊 特别多 这些马的话质量高的同时啊 相较于它的这个之前来说 价格也稍微高一点啊 像咱们新疆马 伊犁马也好,包括咱们的海拉尔 嗯,东北马 基本上马鞠子的话就是14块5上下啊 二岁也是一样啊 15块上下这个样子 嗯,当然肥马的话 基本上它的价格也是啊 根据这个质量不同 有往上涨 肥马的话 马鞠和二岁也是14块 14块5上下 老克马的话 现在就是包剑走是12 嗯,当然也是要根据质量不同啊 有浮动 肥老克马的话 咱们之前就说了啊 肥马的价格略微上涨啊 肥老克马的话12块8 嗯,扇马的话13块5包卷 也是根据质量不同啊 也有13块8的 嗯,肥老扇马的话 现在基本上得个 也是13块8上下吧 看质量 好了啊 咱们今天的价格就给大家报到这里了 明天是丽阳集 没来丽阳赶过集的家人们 欢迎大家来到丽阳赶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